大家好 我是白临 今天一样给大家带是一个钢饼入门知识的一个基础视频 今天讲的是几两个两个东西 笔杆笔沃 笔沃 笔沃 通常的话 我们直接先讲笔沃吧 笔沃是这样子 通常 你们看的比较多的像那个白粒金的还有纳米的算是两根比较代表的那个笔沃 就是说你能看到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部分 我圈上这个地方是凹进去的 而且如果旋转一圈的话 它是有三个面是这样子凹进去 这个是用来干嘛用的 用来就是说那一个 那你改变你的握笔姿势 那像普通的为什么都没有了 又就是说像比如说像那个英雄100或者我做那些评测 你看到很多我做那些赶比评测 你看到都是没有的 这意思是什么了 就是说如果你用熟练了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必要的 只是说你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 因为有一个握笔是很影响你自己那个书写感受的 我觉得是 那笔沃要讲的通常就这样子 笔沃通常的就是那个他们说就是一个橡胶嘛 对吧 像nami那种材料 我没那么喜欢的 那种是一种叫 ABS的塑料开磨开出来的 其实nami的这种材质 我是不太喜欢的 但nami的2000 还有它的dial 我认为是好比 但selfie 比allstar 我不太个人来讲 不是特别偏好 然后这时候讲到讲完这个笔沃 笔沃其实这很简单 对吧 为什么是凹进去 就这么简单 好 然后剩下材质 大部分即使你看木干笔 它还是用那个橡胶的 那这时候下来我们讲我们的一个笔杆 笔杆的话 首先怎么去分呢 材质 正常的透明示范笔 对吧 透明的树枝 然后还有什么木材 然后那个 橡胶 对吧 传统的 传统的橡胶嘛 然后还有呢 金属的 金属通常分几种 像无印的 我之前做评测的 是那个 铝合金 对吧 然后那个还有平常普通五金的是什么 那个就是要么不锈钢 但不锈钢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比较重 然后再下来还有哪一个呢 就是那个 最后一个铜 对吧 基本上就这几种材料 如果笔杆的话 然后木头的话里面 比如说有那个百乐的红豆山呢 百乐好像是红豆山吧 对吧 或者那个 并木中屋 对吧 反正就这几个基本上就是 那 比如基本上这就是笔沃的那个所有的材料 剩下的是什么 形状的差别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 笔沃 就是很简单 还有那个笔杆 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没有什么说太多的说 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 因为 它就是一个质感嘛 给你握着用的 所以呢 笔沃来讲 有时候 怎么说 很 重要是哪个位 重要的地方在呢 你喜欢哪一种材料的一个触感 或者你喜欢哪一种材料 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喜欢木头 有些人我说我是喜欢金属的 我觉得更多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用数字做像透明示范笔 或者是像百利金的 我之前买的那个m205这类的就这种数字吧 或者叫橡胶吧 他们有个叫保露洛 我普通话不太好 但是我认为就说反正只要不是nami那种abs塑料的 我觉得都ok 对吧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低档 对吧 如果是那个abs塑料 还是真的是那个档次真的是很低的 而且那个材料也 不太适合说做一支笔 我认为 好 那那个今天要做的一个 就是说 讲解笔沃 还有笔杆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个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